新一乡因为东北季风到来 气温明显的下降 各梅区的梅花已经开始绽放 地区较高的乌松伦梅区 应有云海让梅园景观更加壮丽迷人 新一乡农辉表示 梅花从现在到月中将会是开到最美的期间 欢迎民众前来赏花 新一的梅花开了 乌松伦林到自五公里处开始往山头 沿路就有大片梅园美景可欣赏 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积极大山云海景观 也因此吸引很多游客前来赏花渐行 蛮漂亮的啦 有空 朋友一起上来上来 很漂亮啊 环境很美 不错真的不错 在那个上面看到云海 我感动了你们有没有拍到我的泪痕 有吗 真的哦 我有拍下来哦 所以我想如果有空的话 我每个礼拜上来 我可以看到那个花 整个山头它变化的一个景色 整个风弯厚厚意 那他们这个越高越厚的 空越厚 我们今年在开的差不多有三餸 可是考虚 eligogony 有很多梅園在農民的精心打造之下 除了梅花也搭配圣诞红和有菜花 有红有黄 梅園是更加迷人 新一乡农会总干事黄之辉强调 新一乡各区梅花已经开始盛开 预期到月中多次前来踏雪雪梅的好机会 元旦的话会更盛开 因为它现在花齐的话 一天会比一天都漂亮了 所以我们立即在元旦的这个价值 这个花绝对会爆开 一直到我们的元旅中旬 这半个月的时间 这个花放绝对都会相当的漂亮 尤其因为在去年度 是属于一个梅子采收比较不理想的一整年 但是对于梅子的修生养食 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所以梅树大部分都比较赚 所以今年度的梅花会比往年更漂亮 民众来到新一乡各梅区的山顶赏梅花 也不妨留下来享用 梅龙用当地高山蔬菜做的好料理 便吃便欣赏梅花和云海 搭配梅子汁 真是人生一大享受